我和我媳妇来天海打工也十多年了 一直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 平常我就有风湿的老毛病 刮风下雨 浑身就疼 这回把个老病变成大病 医生说他这个病不好治 说不定啊 以后就瘫在床上 再也起不来了 阿姨 李叔的病一定可以治好的 我这一病啊 工作是不行了 老板就让我回家了 可我没了工作 我这病是倾家荡产也治不好 但洪霞和他家人说了 就是倾家荡产也给我治这个病 我都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了 本想是做好事救人 这不成了害人了吗 李叔 您快别这么说 我这心里更不好受了 那这件事你们俩就怎么打起官司来了呢 是我的主意 我有幸想给李叔看病 但家里连住院的钱都不够了 没办法才想到要找那个肇事司机 可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呀 上哪儿找去呢 所以才想让李叔把我告上法庭 这样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能找到把我撞进河里的那个肇事司机 我明白了 王律师 您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吗 目前听起来还没有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 民事纠纷的案子一般是谁主张谁举证 而民事案件的举证 目前还存在很多困难 那我们不是白告了吗 李师傅 洪霞 你们不要着急 我们就是专门来帮助你们的 李师傅 您先安心养病 我们回去研究研究 这件事情一定会给你们一个说法 那可太谢谢你们了 真没想到这见义勇为 现在也有组织了 老李 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治病 我们回去以后就立刻开始工作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没有了 大嫂 您留个我的电话 要是李师傅有什么事 随时给我打电话 你们放心 从今天开始 这件事我们基金会管到底了 好 好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这次合作非常愉快 我非常满意 开始我以为你们是一家新公司 没经过什么考验 但是经过这几个月的磨合 你们的确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能得到您的认可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努力 其实一直来 我们心里头都挺忐忑的 因为您是我们公司组建以来 遇到的最大的客户 现在行了 有您这句话 我们以后工作起来 就更有干劲了 这个小孙呢 作为这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也是功不可没的 我早就注意到这个年轻人了 孙彦斌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技术扎实 头脑灵活 更难得的是 工作踏实肯干 是 这在现在的年轻人里 可是不常见了 好好工作 以后有你大展身手的机会 谢谢王总 我们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请您放心 对了 沈总 我给您介绍一个人 吴总 我的一个朋友 他也看过咱们的合作计划 和工作进展 很欣赏你们核心团队的理念 和精神 并且呢 也有意义与你们合作 吴总 太好了 能跟您合作 那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王律师 这件事您怎么看的 很复杂 取证很困难 尤其是那辆大货车 刚才老李说 事故发生的地点 在什么地方了 七道沟 河边 那就好办了 我正好有个同学 在七道沟交警队 这事问他就成了 太好了 这条路啊 大车特别爱走 为什么大车爱走 省钱啊 你想想他走这一路 不用上高速 高速费就省了 您说的那个位置啊 大概就是这一块 要不您先在这看看 我先过那边请 您见着李红给我替他弄得好 好嘞 麻烦你了啊 好嘞 再见 再见 我连忙往后退了两步 没想到就给掉河里去了 小苏啊 考虑怎么样了 我 我觉得 上面调引到生活版面当副主编 这放在神圣上都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 你还犹豫什么 难道愿意一直在这个专栏里当个小记者 领导 我知道 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 也是上面对我工作的肯定 但是呢 第一 我不知道自己的能力 够不够做一个副主编 我给你打保票 能力上你是绝对没问题 非要说的话嘛 也就是经验上有点欠缺 谁也不是天生就有当副主编的经验呢 还有就是 我这个社会版面的基金会专栏啊 才刚刚起步 才有一点影响 你说让我现在交给别人 我还真是有点不放心 你刚才说的问题呢是存在的 但是你的专栏确实办得很好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你呀好好考虑考虑 看看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好 你点吧 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怎么还客气上了 这不是你风格呀 嗯 行吧 那就把你们这一季推的新菜 都各上一份 其他的照旧 好的 您早点 点那么多吃不了 我都快饿死了 还怕吃不了 我告诉你好消息啊 公司啊 这次谈的这笔大业务啊 谈得非常顺利 那个汪总呢 还特意把他朋友介绍给我认识 太猴了 我是这么想的 回头把人都凑齐 好好吃一顿 我请客 也就是你喜欢吃五成熟的牛排 那不吃西餐也行啊 那吃别的 火锅 烤全羊 我算算人头应该能吃掉 烤全羊 不是 我今天心情这么好啊 您是不是大小也配合配合啊 我挺配合的呀 不是听你说话了吗 你怎么了 有事吧 没事 就觉得有点累了 想回去早点歇着 好 那行 咱先好好吃一点啊 女为悦己者荣母 还有你熟悦那个 磨损过的痕迹 说明什么 根本就是人家贴身佩戴过的 你在做的干吗呢 靖和沈总去开会 我们公司大客户汪总啊 说跟我们公司合作特别愉快 还给我们介绍了好多新客户 辛苦你了 大工程师 没有夸奖你吗 当然夸奖我了 还给我加了工资呢 明日带你买衣服去 这还差不多 我 张慧 这 子弹 这 这怎么回事 我 我也不知道 今天谁来过咱们家 今天谁来过咱们家 中午刘阿姨来过 在咱们家炖汁机 还有个快递 奇奇怪怪的 东西没拿走人先走了 快忘记 喂 怎么了 什么 子弹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来 别紧张 你跟我讲一下 当时事情的经过 今天颜冰说要跟沈总开会 走的时候让我寄个包裹 后来来了一个男人 说是寄快递的 我就以为他是收快递的 就让他进来了 中午那会儿 我来找张慧 借他们炉灶啊 炖点东西 那会儿 那个男的就在吧 我跟刘阿姨说完话 就准备打包裹 然后一回头 就看见他从卧室里出来了 我现在想起了挺害怕的 他是不是要杀我呀 你们看是他吗 是他 就是他 你确定是他 我确定 他还戴一顶帽子 郑文辉 他就是郑文辉 你看看 从鉴定结果上看 这颗子弹 和银行抢劫案的那个子弹 并不一样 这就说明郑文辉手上 不止一把枪 这个人更加危险 师傅 我已经让杨子带着几个人 去周边调查了 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消息 怎么了 一点不高兴 没有 你说 当个生活版面的副主编 等于高升了 也不错 我们主编跟我谈话说 这是个升职的好机会 我们社里多少精英都盯着呢 提谁谁都巴不得 可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 这两天我又仔细捋了一下 我发现我竟然舍不得 我现在干的这个老务 你是说基金会的专员 是啊 这么一天天干下来 也没觉得我喜欢 有时候稿子不好写 还真是烦 现在有机会跳槽了 这又犹豫起来了 换得换失的 真是烦死了 我们主编 一见我就催我 只摇头 我估计我儿子再不做决定 他肯定就去找别人去了 你说做个决定 怎么就这么难呢 机会难得 你要慎重考虑 理智地做决定 长远打算 最忌讳的就是一起用事 短期行为 谁说不是啊 烦死我了 烦死我了 不说了 说说你吧 我有什么好说的 这么多年了 每天都一样 一个人上班下班 平静如水的 挺适合养生 我觉得那外人民警察 挺喜欢你的 你还平静如水啊 我没资格考虑你些 和你一样 纠结着呢 嗨 有事啊你就赶紧去解决 你得主动出击 别忍着 免得适合后悔耽误事 你知道吗 我们俩呀 都会劝别人 轮到自己啊 都懵了 走 走 郑文辉有什么优点 他一抢劫犯能有什么优点啊 认真回答我的问题 那非要我说的话 就是这孙子做事太缜密 目的性太强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钱呀 肯定是钱 对 他就是想把你引开了去取钱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 看他有什么反应 喂 你好啊 刘秘书长 郑文辉 刘秘书长 你骗怎么好苦啊 不对吧 你的骗术比我高多了 你太谦虚了 你话说得很明白 我是一个冲淡 你少废话 干脆的 你想说什么 我也不喜欢说废话 你三番五次的坏我的好事 还杀了我两个兄弟 那你就出招吧 我就在这等着你 你很厉害 可是你基金会的人呢 如果我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消失 不知道你做何感想 我回去了 这边的事交给你了 你都暴露了你还能出去吗 这不是你操心的事 这边是医疗 你过来找我 嗯 交给我吧 没关系 我还能去银子 画画是吗 你们长得正前脑袋了吗 头发染得跟烟雾似的 这老东什么意思啊 干他 站住 哥几个 在这儿呢 快杀我 兄弟 别急 不许想挣点零花钱吗 我这儿有 什么意思 就想让兄弟给搬个小忙 说吧 就想请哥几个帮我送几封信 上面都有地址 明日早上送到就行 别早别晚 大哥 你都不早说呀 行了 咱们就算是认识了 以后呢 大哥亏待不了你们 行 大哥 那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这是事儿吧 我这白个五道班啊 老队长 您给我的电话 我已经查了 跟那廖小的一样 是个公用电话亭 在什么位置 你看 你看啊 这是兴隆大街 这是现阳大道 这电话亭应该就在 这个拐角位处 算是个比较隐蔽的电话亭 这边是个老城区 很多电话亭的位置都移动过 天眼系统没有完全到位 所以没法确定它确计为止 郑文辉在这个时候选择 暴露自己什么意思呢 根据咱们之前跟她的交锋情况 这次郑文辉一定是故意暴露为止 把咱们吸引到交通系统 然后再借机再去报复系统 李凯现在在哪 他说要去郑文辉家 再仔细地搜查一番 叫他直接去高速路口 不值人手 秦队 你马上去火车站 把网撒开了 好 老妈给我犯了 没事 我派人赶快给你送一下 走 回头 各单位注意了 各单位注意了 现在疑犯已经出现在本市 A组 B组 立刻切往高速路口进行拦截 有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局长 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我 判断失误 不但延误了抓捕时间 也没有合理的分配人员 我也有责任 秦队 这个不怪你 是我擅自去证明会家的 这次行动也是我组织安排的 出了事情我负责 我让你承担责任了吗 即便有责任 轮得着你们承担吗 今天是讨论案情 接着说 急救中心有一个医生 被人打晕了 经过当事人的指认 就是郑文辉干的 现在可以肯定 郑文辉是化妆成了医生 借助救护车 通过了我们的检查站 那么救护车 是去什么地方的 是叫做长青镇 长青镇 那可是便利的地方 布置排查了吗 已经布置了 方局 请队 刚刚收到了报案 几个建议有为者 收到了郑文辉的恐吓信 什么时候 一个小时之前接到的报案 到现在为止一共15起 报案人均称没有看到苏信人 知道了 原来不是吓唬人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呀 这家伙是从来不干 没目的的事情的 老刘的位怎么样了 送回家了 要不我跟李太过去看看 这个案子交给你们了 我不干涉 也就是说 我不看过程只要结果 全市的老百姓 可都等着看结果 三块 三块 根据马洪侠的描述 我们能够判定出 肇事车辆是辆大型货车 我去现场实地考察的时候 在那条路上 发现一层很厚的煤渣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为 这辆车可能是运输煤炭的车辆 就那条路上 连个摄像头都没有啊 这就是这个案子的难点 我在那转了一大圈 就发现了一组摄像头 而且还是在一个插入口上 想要从录像里找到那辆车 难度实在太大了 所以我才来找你们 你呢是想让我用软件技术 模拟出被撞实的情况 是的 行 但是我需要经过那条路的 所有的货车的型号 吨位 还有路况 没问题 这些我来解决 好 小李 你去查一下天海 一共有多少家 运输煤炭的公司 都有哪几家主营业务 是会走那条路的 好的 那我就负责寻找这件事的 目击证人吧 为老李申报建议勇为 这个是必须的 嗯 刚才听你讲了这件事啊 我特别有兴趣 我觉得能写一篇 感人的报道 但是啊 我们的时间很紧张 因为已经过去了十多天了 时间越久 对我们越不理 行 我知道了 彭佳 你再仔细地回忆一下 那辆车有没有什么特征 任何特征都可以 真的记不清了 当时是晚上 光线又不是很强 看不清楚 哦 对了 我记得当时那个车 开过来的时候 带了一阵像黑雾一样的东西 把我眼睛给迷住了 等我看清的时候 那辆车的距离 就跟我就这么近了 然后我赶紧往后退 结果就掉河里去了 那个车的玻璃上 有一个很大的标志 标志 是黄色的标志吧 对 是黄色的标志 而且上面还有数字呢 应该是三 如果是黑土的话 那就应该是梅渣啊 咱们的判断方向没有错 对 那还 那你还记得 周围有什么人吗 比如摆摊的 或者路过的都算上 我想想看啊 嗯 有 拐弯之前有一个卖堂的 各种各样的棒棒堂 我记得我当时还看了一会儿呢 嗯 好 行 行吧 那你先去忙你的吧 行 好嘞 回头想起什么再给我们打电话 行 没问题 嗯 语嘉 你说要真是运煤车的话 那条路 会通往哪儿呢 我查过 是通往秦皇岛的 那儿是一个运煤的港口 那这就好办了 查一查从咱们市 往秦皇岛的运煤业务 都有哪些公司不就知道了吗 聪明 嗯 沈总 嗯 这是根据您给我的信息 模拟出来的案发现场 嗯 对 对 好 继续 沈总 嗯 没了 没了 爸 哎 你跟我吹半天牛 就搞出这么个破东西来啊 这 你要这个 那我也会 还用你了 不是 一会儿那刘密赏来了 你 你让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啊 不是 沈总 您要得太细致了 您给的资料又这么点儿 这实在是很困难啊 嘿 你少来这套 您小子从来点子比困难多 你行的啊 来 得了 既然您这么说 就算是航空母舰 我也得给您还原出来 你看啊 你要是根据这个刹车痕 做精准推算的话 我觉得应该能算出这个车 前后轴距的型号 对吧 对 但是 我得重新编统程序 我给你算在绩效里 再加顿饭 这可以了吧 谢谢沈总 你又给谁加餐呢 你们怎么来了 刚刚去找了马洪霞 过来监督一下你的工作进度 我还有你们监督呢 你就是头驴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不监督你监督谁啊 怎么说话呢 说真的 那个进度怎么样 看见没有 这位是我们公司最给力的员工 我把他都派出来了 你们就给我点时间怎么了 那好 那东西要做出来 记得通知我一声 莉莉 我去法院一趟 找公司的事情 就拜托你们了 我跟你一块去吧 那晚上 怎么了 电影啊 我说你心格真大 都什么节骨眼了 你还看电影 不去了 走 莉莉 那个你们还是去吧 晚上刚好看完电影 去市发地看看 有没有卖糖的 反正那人晚上再出来 去 没事吧 没事吧 怎么样 你就是太累吧 去看看我的手机 看看有没有信息什么 就老老实实躺着行不行啊 都这样了还手机 你不知道 那郑文辉就在本市 他扬言要报复那些 坚毅勇为的人 我怕离开应付不过来 人家应付不过来 会给你打电话的 就把新科家里一会儿行不行啊 别信息天下 你打电话 听话闲了 去看看 去 喂 是你啊 凯子呀 你爷爷真是先有灵犀 他这一念到你 你的电话就来了 师父的病怎么样了 你师父啊 疼得挺厉害 在床上躺着呢 就这样了 还惦记着案子 我还没什么事 我就是打个电话来问一下 您跟我师父说 这边我顶得住 让他安心养病 好好好 我一定把这个话告诉你师父 行 那你们先忙 挂了 是李凯吧 是 是他 不过呀 想多了你啊 人家说 事情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不用你操心 让你安心休息 过两天来看你 不对 李凯肯定是遇到麻烦了 我跟他师父这么多年 我太了解他了 我的话你怎么不信呢 人家说了好好的 那你 你 你不懂 去把电话给我拿来 快去 去拿电话 好好好 我说不过你 行 行 行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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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你能不能用我 好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来 是我 你有病吧你 你吓死我了 我就是觉得天冷 我也不想给你披件衣服 有你这种披衣服的吧 那得怎么披衣服才不挨你出来 那你得先叫我一声行不行 好吧 我做了 你这荒江野岭的上这找什么小贩 是啊 我也纳闷呢 这么冷的天哪有摆摊的呀 行了 回家吧 来搭着点我 装的吧 有那么严重吗 小心 我就推盒里头啊 我跟你说啊 他不可能在这儿 你怎么来了 几点了就是 九点半了 你该上班了 是啊 昨晚一晚没睡 不 这案子的事 有什么进展吗 我也没有 说实话 我觉得你查案子方法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其实查案子啊 就像开锁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你要是钥匙拿错了 用再大的力气也是没用的 什么钥匙什么锁啊 现在啊 我恨不得这两脚就把这锁给踹开了 你那是暴力开锁 对付那些老旧挂锁还行 现在都是防盗门防盗锁 有专门的设施 专门对付你这种喜欢蛮干的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一大早来 跑我这儿来讲道理 是不是今天法院不开门啊 你这一套一套的没地儿说去是吧 你 我今天来是你师父让我来的 他让我转告你 钻牛角尖是破不了案的 我告诉你 这一案子啊 我还就要钻牛角尖了 而且我非得把这牛角尖钻透不可 话我已经带倒了 走了 走家 李凯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一大早就跟我讲道 还拿师父要的 人家给你送早餐来了 你什么人呀 你怎么不早说呀 师父 您怎么来了 我再不来你小子就六亲不认了 给你们分配任务 杨子 你跟我到郑三友家里去一趟 好 那笔录我看了 根本什么都没说 那我呢 你呀 不是有一个建议勇为的大侠吗 你负责那个案子 什么案 没让你好好反省就不错了 杨子 走 走 您好 我们是公安局的 阿姨 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是公民的义务 我 在电视里边 您把三友都说成了罪犯 现在又到这儿干什么 阿姨 您别急 我不急 这开车撞死人的反倒成英雄了 三友被撞死 还要背黑锅 阿姨 妨碍调查或者向公安机关 故意隐瞒事实 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谁呀 您腿脚不好 别动 别动 你们是哪儿的 我们是公安局的 想向您了解一些情况 你咋知道我的腿脚不方便呢 大白天的家里来了客人 您没出来 这就证明您身体不舒服 这眼力还不错啊 来吧 来吧 就在这家院子里面坐一会儿吧 好 谢谢 好的 来来来 坐坐坐 来来来 您这有吗 坐 坐 哎呀 在工地上不小心摔了一下 没关系 养几天就会好了 谁说养几天就好了 上金冻我还得一百天呢 这小的也没了 老的也病了 家里没油也没醋了 你要丑能啊 明儿个到超市去买去吧 小嫂 我现在在天海的建勇为基金会工作 明天到我那儿去吧 东西我给你买 你们问吧 你先说说你对郑文辉的了解吧 这孩子小的时候也挺可怜的 我大哥大嫂走得早 我们两口子就收养了他 这孩子十几岁就开始偷乡里人的东西 后来就进了城 再成立三天两头的打架 那他以前回家吗 很少回 但是每次回来都带一大堆的东西 大概一年多前吧 回来一次 回来之后 就把我家三友也带走了 大嫂啊 他的情况你应该比较了解吧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有什么 你就回查警察同志的问话吗 我回答有什么用啊 三友现在没了 警官 文辉是个好孩子 他对我们很孝顺 我请求你们就别再为难他了 大嫂啊 郑文辉有抢劫银行的嫌疑 你提供的线索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我提供线索有什么用啊 你们能还我儿子一个公道吗 好了好了 想叨叨啥 不要听到瞎胡说 大哥 哎呀 我家三友命不好 我们谁都不赖 对于你儿子的死 我们很遗憾 但是目前已经认定 郑文辉是银行抢劫案的重要嫌疑人 所以如果有什么消息 希望你们能告诉我 没有 你们还是快走吧 文辉这么些年 一直没回过家 让你们见笑了 大哥 你 不想问问你儿子的情况 很想问他 你不是说 郑文辉是犯罪嫌疑人吗 我想知道我家郑三友和文辉有什么挂的 有 还想问吗 算了算了 不问 问得越多越挠心了 好 郑文辉是犯罪嫌疑人吗 我们就 先走了 秦档同志 你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糊涂的 如果郑文辉真是犯罪嫌疑人 我们肯定会劝他 投案自首 好